当地时间9月21日,瑞典第一大电视台《瑞典新闻》栏目播出,那一段对中国游客的友情提示视频,还生怕中国人看不懂事的,专门用中文配音、上传,至中国某社交平台。 视频中,主持人用极其傲慢的言语嘲讽中国人,我们不在历史建筑屋旁拉屎,又叫嚣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,平等权利原则,不适用于中国人等等。 在节目的背景板中,还故意展示缺少台湾及西藏部分地区的错误中国地图,堂而狂直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如此低俗不堪的侮辱性言论,配着哈哈大笑的话外音和颇为热烈的鼓掌声,听来无比刺耳而公然煽动种族对立,挑战中国核心利益,更是让人无法容忍。 视频播出后,中国驻瑞典大使馆,向瑞典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,谁承想,舆论场上竟出现了不同声音,在一片对瑞典电视台入黄言行的谴责声中,竟有人同理心爆旁类瑞典电视台辩解,甚至素质低的中国人又敏感了。 说起来,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显见,她们带着有色眼镜,逃致出太多荒诞不羁的言论,比如,终于成了中国人爱喝有毒草药,中国女性依然低位低下要裹小脚等等。 然而,像瑞典电视台这般毫无掩饰,极情低俗的,也真不多见,我们并不想以诸心之论,推测这家电视台是阴前阵子,中国游客酒店争端,于是不满儿先生院队。 但起码可以确定的是,堂堂瑞典第一大电视台信用拉屎,大便等低俗穴头描述中国游客,不但显示不出丝毫西方网民的优越感,反而暴露出策划者低劣的媒体职业素质,以及比俗不堪斗的客人教养,激进侮辱诽谤到如此地步。 尤其是一句娱乐节目,能够轻轻带过的,考虑到近来瑞典针对某些分裂分子的一系列动作,反华、蜀华之心,实在昭然若揭,此情此境之下,那些还认为国人过分敏感者,是通理性泛滥,还是中央执行作祟。 平巴的辱华事件之中,或许有部分游客不文明言行,让中国形象被代言的因素,但更重要的原因,只怕还是某些西方人患上了红眼病。 中国的快速崛起让曾经有文明优越感,的西方人非常不适应,心理失衡严重,于是,很多西方政策与媒体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,并在各方面极力丑化中国。 假许,许多国家的民众其实对中国缺乏了解,在惯有的偏见和无知之下,一种类样的对华敌视心态油然而生,我们可以容忍别人善意的提醒,但绝不允许这种伤害中国,挑战大势大飞的并开言行。 我们不会因个别人的极端言论而过分敏感,但挺相关方面认清,互相尊重是国际准则,奉劝那些挑逝者,辱人者逼不如。 最粗逼者最有力的回击,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会以理性而坚决的态度守护底线。 面对接二连三的辱华闹去,中国人绝不会无动于衷。 你的样子,就是中国的样子,从现在做起,从你我开始,用每位中国公民的实际行动赢了世界更多的善意与尊重。 用中国不断的发展与文明,将一部分欧美人士,可笑的优越感,彻底扔到历史垃圾堆中。 这,才是维护祖国形象与利益,则最好打开方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